对着假人仔细示范如何使用快筛试剂进行裁剪 因为民众在家自己筛 棉棒捅得够不够深 恐怕也会大大影响准确度 台大医师李正哲在脸书上po文 还附上一张阳性的快筛试剂照片 他说按照快筛试剂说明书说 棉棒只要进入鼻腔2.5公分 但是两名亲友实测都是阴性 不过按照医师的方法裁剪 棉棒深入鼻烟布黏膜还转了5圈 最后结果都是阳性 让他直说到底要不要相信 说明书上的建议方式呢 对此其他医师也解释 为何会有这样的落差 其实从鼻孔要一直放到 我们鼻咽处的鼻咽臂 那这样的长度 其实差不多7到8公分左右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为什么当初会采取2.5公分左右 第一个是说希望能够采取 足够量的检体 那又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之下 能够获得一些资讯 不过这种情况之下 就一定会牺牲到 所谓的敏感度跟准确度 毕竟民众不是专业医视人员 为求安全才会标注 进入鼻腔2.5公分就好 不过医师建议 如果想要提升准确度 可以这样做 要深入鼻咽部 免不了感觉难受 民众可得要先有心理准备 不过有民众在脸书上 PO出一张照片 质问这样算确诊吗 照片中快筛试剂 呈现一红一绿 和一般看到的两条红色不同 一方民众困惑 是不是算确诊 就有网友翻出说明书说 其实线条的颜色 只是因为厂牌不同而有差异 总之只要出现两条线 就是确诊 还是赶快去做 进一步检查 比较实际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 在台北报道 想要全天后24小时 收看新闻直播 尽请关注东森新闻官网 也可以手机下载 东森新闻APP 让您掌握新闻讯息 快速又便利